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前首相纳吉早前声称 上一任国家元首在批准自己的特赦的时候 曾经在附录当中允许他可以通过居家居留的方式 来服完剩下的六年行期 然而特赦局在2月2号宣布的时候 却遗漏了这一份附件 因此纳吉决定向吉隆坡高庭入禀司法检讨 要求证明这份附录是否真的存在 并点名包括内政部长塞福丁在内的7人 作为案件的答辩人 而根据纳吉的入禀书 如果这份附录真实存在的话 那答辩人就必须要马上执行御令 把纳吉从家影监狱转移到他 位于吉隆坡的住家继续服刑 那高庭原本定在今天 临审纳吉提出的司法检讨的 不过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宜却告诉法官 虽然是他基于这一宗案件的紧迫性 那要求高庭尽快临审他当事人纳吉的申请 但是那么刚好 原本要为纳吉申请提成一份宣誓书的一名重要证人 他已经出国前往卖家了 那导致申请人没有办法获得这一名证人 在宣誓书上签名 因此沙菲宜就要求法官 在4月17号才临审纳吉寻求获得准令的申请 而被纳吉列为大便人的 这个内政部长塞福丁 今天也给出了回应 针对前首相纳吉入禀司法检讨 要求居家服刑一事 内政部长塞福丁 今天在内政部召开记者会时证实 他的确有收到来自纳吉代表律师沙菲宜的信函 不过他也强调 自己没有看过纳吉声称的那一份附录 另外针对纳吉在狱中 是否享有特权一事 塞富丁强调监狱 负责24小时监管纳吉 是最了解纳吉情况的单位 因此他相信监狱局 早前发布的文告 否认纳吉享有特别的待遇 因此,您能够认识到